刚过百岁去世的基辛格被中共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1年基辛格作为首位美国高官访问中共政权 此后访问中国多达100多次 而就在今年7月百岁生日之后 基辛格还去了北京和习近平会面 习希望这位老朋友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让中美关系重徽正轨 而基辛格也自称 其一生一半时间都在为美中关系工作 基辛格口中的美中关系 实质上就是让美国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 允许中共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 而作为回报 中共不仅给予基辛格金钱好处 还为他换了多数器官 据说心脏肾脏肝脏和血液都有换过 这才是基辛格经常去中国的真正原因 在中共的独裁体制下 不要说换器官 就连虐童甚至杀人也都不是事 中共的器官移植 很大部分都来自活摘器官 基辛格百岁寿命的背后 有多少个鲜活的生命成了牺牲品 而中共为给自己续命 无所不用其极 这样邪恶的政权还有理由存在吗